傳媒報道 沙中線涉及紅磡站 懷疑有工程造假的事件 我們看了報道內容 指控是極之嚴重的 因為牽涉東西走廊的月台的結構安全 也會直接威脅到日後乘客的安全 如果那個報道屬實的話 我認為這麼嚴重的事件 第一 港鐵是必須要開城佈工 交代事件的詳情 他就說這次的事件 那個報道就是 報道不準確 但是他又承認 那個工程的項目質素 是有不足之處 但是沒有交代有什麼不足之處 我對於港鐵 是拒絕披露的細節 是表示極之遺憾 我認為港鐵不可以單憑 說你相信我吧 講個信字 就去解說這件事件 他應該是要全面公佈 所謂不足之處 究竟是什麼問題 現在的指控是極之嚴重的 就是說鋼筋的接駁位 根本沒有按過合約的要求做好 令到拉力大幅下降 這個會影響到整個 紅磡站裡面的關鍵位置 的結構安全 所以這件事情是極之嚴重 是絕對不是好像港鐵所說 就說質量有不足之處 但是另一方面就說嚴厲要求承建商去修正 如果是好像他這樣 輕輕帶過輕描淡寫的說 有不足之處 用不需要這麼嚴厲 去要求承辦商去修正呢 所以我是要求 第一 港鐵要交代事件的詳細情況 還有港鐵以至禮頓的承建商 還有政府三方面 都要交代他們知識事件的時間表 究竟當中是不是牽涉有任何的公司機構 或者部門 是隱瞞一個這麼重大的事件 另一方面我想說 這次事件是牽涉懷疑有人在工程項目造假的問題 隱瞞一些不合規格的工程項目 如果有人是因為這樣作過任何的虛假陳述 這個是牽涉串謀詐騙的刑事罪行的 我是要求執法部門主動介入調查 看看這件事有沒有人違反香港的法律 另一方面我是要求港鐵 就這次的事件 是聘請獨立第三方的海外專家去徹查事件 尤其要檢測相關承辦商 相關的所有的工程項目 是不是有類似造假的情況 會不會影響到工程的質量 為什麼要海外的專家呢 因為大家知道在香港做鐵路建築的顧問公司 只有兩間 跟港鐵的關係也是極之密切 我們希望找海外的有聲譽的專家 看回整件事去找出事實的真相 和恢復公眾的信心 我們要求港鐵和政府 要求港鐵和政府 有一個詳細的回覆 和交代給市民知道 究竟事情的真相是怎樣 OK 謝謝 OK 謝謝 The allocation is very serious It related to the safety of the general public And it happened in the Hong Kong station I do believe the MTR should have disclosed the matter to the general public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I am very angry that MTR refused to admit It is a serious matter but claiming that they found a substandard worth in the project And without disclosing the details of the so-called substandard worth And I urge the government to closely monitor the standards of the project especially those projects conducted by the contractor Lipton And I urge MTR to appoint an independent international expert to fully investigate the matter and file a full report to the LegCo and disclose it to the general public as soon as possible OK 謝謝